大家好,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,在家做蛋花汤的几个食用小技巧,蛋花漂亮不结块,汤鲜味美,聚好喝。 首先大碗里面先打入两个新鲜的母鸡蛋,想要做出酷似珊瑚一样的漂亮的蛋花汤,我们还需要在小碗放一勺玉米淀粉,加入两勺清水给它搅拌融化。 这也是做蛋花汤的技巧之一,然后我们把淀粉水给它倒进鸡蛋液里面,这时候我们再拿筷子搅拌,将蛋液和淀粉给它们搅拌均匀,多搅拌一会儿,直到搅拌至蛋液表面出现大量的气泡以后,我们再用蜜漏把蛋液给它过滤一遍,将它里面的结块和气泡过滤掉。 这样一来,做出来的蛋花不仅细腻,漂亮,而且还不会产生大量的结块。 下面,我们在碗中准备一块紫菜,给它掰碎后,再用清水将它上面的泥沙清洗干净。 调味儿我们加入适量的芝麻香油,盐少许,鸡精,虾皮补钙又增鲜,备用着。 技巧二,煮蛋花汤的水一定要足,两个鸡蛋需用水800毫升左右,然后我们开大火把水烧开。 当看见锅壁出现密集的大气泡时候,放一勺食盐,放入食盐能使蛋液加快凝固,形成漂亮的蛋花。 水烧开以后,我们就可以关火了。等待开水处于一个静止的水平面,且无气泡时,顺着锅边,均匀的倒入蛋液。 这时就会形成我们所说的和珊瑚一样漂亮的蛋花。 同时,这里也有很多人,都往往会忽略一个小细节。 当蛋液下锅形成蛋花以后,停留的时间,切记不要太长。 如果太长,蛋液就会粘锅底,形成块状。 正确的做法是,关火以后,水面静止,慢慢的淋入准备好的鸡蛋液。 蛋液下锅以后,开小火,加热的同时,拿勺子慢慢的推动蛋花,防止粘锅底,避免出现结块的情况。 蛋液下锅以后,6-8秒左右就可以出锅了。 这时候的蛋花是最为鲜嫩丝滑的。 倒入大碗中。 最后,在上面撒些葱花,点缀增香。 这样做出来的蛋花汤,不仅汤鲜味美,而且蛋花也非常的漂亮。 早上美美的喝上一碗,真的是暖心又暖胃,营养也翻倍。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同时,今天的视频如果给您带来那么一点点帮助的话, 就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 谢谢大家,这里是甜甜美食厨房,我们下期再见。